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爱情来的那么突然 没有一点点防备 也没有一丝顾虑 就这样出色了 他甚至都毫不知情 别说婚戒 恐怕连依拉罐做的戒指都没有准备 没关系 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的求婚仪式 白悠悠自背戒指 而且还反穿求婚的角色 明明该鱼子横跪下求婚的 现在白悠悠跪下 献上个婚戒 向着求婚 这明明是很罗曼蒂克的一幕 结果鱼子横丝毫没有因为这样而感动 反而说他胡闹 其实从一开始 白悠悠就应该明白 鱼子横是不会答应的 他如果真的愿意和你结婚 不会等到30秒过后都没有答应 而且你白悠悠大可不必 用那么多人来逼婚 那么多人万一鱼子横不答应 只会让你更难堪 让得更为难 你对他还是不够了解 或许说你太过有自信了 结果往往会出人意料 其实从后面的剧情看出来了 为什么鱼子横不答应白悠悠的求婚 在家里破产了 而他不能再给白悠悠物质上的条件了 结了婚 他只能拖累白悠悠 而他不希望你 所以不是他不喜欢白悠悠 而是不希望白悠悠跟着他吃苦 他宁愿放弃心爱的人 只是为了让白悠悠过得更好 其实白悠悠不在乎 你能不能给他物质上的照顾 他只是希望得到家的感觉 你这边求婚的不顺利 那另一边的结婚就更不顺利了 连面都不见直接逃婚 这就很尴尬了 宋维穿着婚纱逃到了酒吧 也是厉害 得是穿着婚纱到处跑也不是个事 就想把婚戒抵押在这里换衣服穿 结果人家还不干呢 酒吧的主唱看到了就过去撩妹 你要换啊 可以啊 二话不说直接脱衣服换戒指换就换嘛 还私人裙子 你这就祸分了啊 这下该宋维不干了 男装我不要 戒指还我 但是到手的戒指 怎么可能轻易的换回去 想要 可以 喝酒 喝饮我戒指就还你 这宋维也是酒中豪杰 性格为敬 两人就这样 你一瓶我一瓶 成功套路了宋维 成功上演了一部 你把我灌醉的场景 灌醉了宋维 然后两人就 事后才知道 两人原来是师生关系 这师生恋 着实好迷啊 这般悠悠和宇子恒的恋爱 应该不会就此结束 之后等宇子恒有钱了 或者说一个契机 就会使两人复合 最后应该会结婚 毕竟这个嗤子话 他爱名字那么甜 应该还是好结局 而这对师生恋嘛 就预祝他们在一起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看完的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 也可以微信微博 关注范儿影视 点关注 不迷路 超哥带你上高速 哈哈哈哈 啊 啊 字幕by索兰娅